掉落在那一堆杂草和瓦砾当中的话 说不定还没有被发现 所以打算着等到晚上的时候去仔细地搜寻一番 如果能够找到的话 那自然是最好了 想到这里只能是暂时的 把这件事情给抛到一边 毕竟现在天还没有黑 根本就不可能回去找 万一被李小璐给堵了个阵阵 那么自己这一世英明 可就要毁于一旦了 小宝把眼前的这几种药材 按照一定的比例 取了其中最为精华的部分 然后就直接扔到了药炉子里面 用小火慢慢地烧着 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之后 里面就传来了一阵焦糊的味道 随后小宝往里面又掺杂了些许其他的东西 很快黑乎乎地就变成了一层药膏 这一层药膏飘荡着一股独特的臭味 宋小宝心中已经是有了的计算 这种药物的的确确是有着些许的臭味 不过为了能够尽量地不被任何人察觉 宋小宝最终还是按照自己的常识 往里面增加了其他的几类药材 既不破坏这种药的药性 同样地也掩盖了这种东西的气味 忙活了整整两三个小时 灰头土脸的宋小宝 终于是心满意足地从那炉子里面摸出了三颗圆滚滚的小药丸 虽然这小药丸的脾气并不大 但是宋小宝心里都很清楚 只要一力就能够让那个李飞完全地丧失掉那方面的能力 这也是李冰冰一直想要的东西 其实宋小宝在炼制这东西的时候 心里头也还是有些忐忑的 毕竟自己可从来都没有做出过如此害人的东西 但是仔细一想 那个李飞原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曾经敲诈过自己家里头的钱 而且现在又和村长的女人搞上了 给别人戴绿帽子 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 为了能够让李冰冰心里头这骨子邪火给发泄下去 也就只能这么做了 毕竟也算得上是为民除害 想到这一切 而且宋小宝把三粒小药丸装在了三个小药瓶当中 这些小药瓶都是上一次去镇子上的时候买的 装药丸什么的 非常的方便 而且也易于携带 正擦着汗 准备晚上的饭菜的时候 突然之间后 窗户传来了一阵轻轻敲打的声音 宋小宝听到了之后 赶快站起身来 跑向后窗户 心里头立刻就想到了一个名字 果然推开窗户之后 看到了一脸焦急等待神色的春花姐 春花姐 你有什么事 宋小宝明知故问 有些做贼心虚 自己出去这么长时间回来了 也没有去春花姐家里坐一坐 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了 你这个小子到底干嘛去了 一整天都没有回来 是不是有了相好的 宋小宝实在是有些无语了 为什么每个女人见到自己 都会问上这么一句 难道他宋小宝真的就是长着一副命饭桃花的脸 我去给别人治病了 刚回来没多长时间 这不正在熬药呢吗 宋小宝赶紧把窗户推开 指了指院子里面 还在冒着热气的药炉子 春花姐看到这里之后 立刻忧愿地说了一声 我还以为你让别的女人给勾走了呢 今天晚上没什么事的话 到我家吃饭拜 反正你爸妈也不在家 宋小宝干脆地答应了一声 表示自己把药炉子收拾完了之后就过去 随后就看到春花姐娇笑了一声 回去了 宋小宝不由得一阵心浮气躁 虽然最近一段时间 没少领略其他女人的风光 但是在宋小宝的心里面 春花姐似乎始终都是被放在第一位的 甚至宋小宝忍不住开始拿春花姐 李彬彬以及刚才自己看到的 李小璐那个地方开始进行比较 最终比较的结果 自然是要用一句各有所长来形容 春花姐最擅长的就是娇媚万分 而且性情温和 对自己可以算得上是百依百顺 尤其是在做那种事情的时候 简直就是自己说啥 春花姐立刻就能够摆放出来 不会有任何的怨言 相对来说 李彬彬则是属于那种比较强势的女人 即便是之前在树林子里面翻云覆雨的时候 这个女人始终都是喜欢占据主导地位 这一点让宋小宝觉得有些郁闷 不过却别有一番风味 而那个还没有被自己所得到的李小璐 则完全不同于两个人 虽然仅仅是看到李小璐的场面 但也能够猜测得出来 这个女人在那方面的需求应该是非常强烈的 而且表面上确实一副安装委婉的样子 给人一种判若两人的感觉 但正是这种强烈的反差 反而是让宋小宝更加的欲罢不能 如果说这三个人当中选一个让宋小宝共度良宵的话 毫无疑问 李小璐是第一位 当宋小宝心中做出这个判断的时候 也是忍不住的有些吃惊 毕竟自己和李小璐也只不过是数面之缘而已 两个人说过的话加在一起好像也不超过20句 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对这个女人有这么大的兴趣 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 眼看着天马上就要黑了下来 宋小宝把自己家的院门从里面锁好之后 便亲手亲脚地通过后窗户翻了出去 走这条道路也就不容易被别人发现了 而且宋小宝现在也学乖了不少 提前观察了一下湖边的情况 并没有发现任何的人影 这才放心大胆的一对小跑来到了春花姐的门口 很快宋小宝就敲开了门春花姐 似乎是回去之后就换了一身衣服 原本穿得比较随意 但是刚才的这一身 却似乎是仅仅披了一件睡衣而已 在村子里面穿睡衣的女人并不多 但是春花姐绝对是其中最好看的一个 因为此时此刻这件睡衣基本上就和没穿 没啥两样 瞧你那点出息 还能在这里干什么 春花姐冲着宋小宝 抛了一个媚眼 直接就让宋小宝两腿一软 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进了门 宋小宝毫不客气地就直接抱起了女人 感觉身上的那一层衣物阻隔之下 更显得春花姐 身姿妖娆 而且身上那股香味已经是撩拨的 宋小宝难以自持 你这坏家伙 这么长时间来都不知道看看我 肯定是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啊 春花姐就是重提让宋小宝有些紧张起来 自己的的确确是在外面找了别的女人 而且还是本村的李彬彬 但是这件事情可当然不能够让春花姐给知晓 所以赶快适口否认 春花姐是我心中唯一的挚爱 除了你 我不会喜欢别的女人的 宋小宝嘴甜的 就好像是抹了蜜一般 春花姐笑得花枝乱颤 随后就化作了一滩春水 将整个宋小宝的身体包裹了起来 一阵剧烈的喘息声音过后 春花姐娇羞万壮地喊了一句 你这小子学坏了呀 怎么懂得这么多折磨人的法子呀 到底去镇子上干什么呢 宋小宝其实也觉得自己今天的行为有些怪异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和李彬彬在林子里 做了那件事情的缘故 总是想要千方百计的 变换了一些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姿势 后来才想到 这些姿势都是从李彬彬的母亲和李飞的身上学到的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有些别扭 但是动作起来之后 就觉得舒爽无比 比以前更好玩 春花姐根本就站不起身 我这都是从书上学的 两个人在一起 总得想点新花样 调剂一下生活嘛 不然的话在一起都没感觉了 女人似乎是有些承受不住 赶快连连求饶 毕竟刚才宋小宝的这一番动作 已经是把自己推入到了云端数次 好人 今天晚上姐姐真的受不了了 明天早上的时候再给你行不行 你的父母今天晚上不在家吧 今天就在姐这里过夜好不好 春花姐似乎是真的被折腾了个不清 这倒是让宋小宝觉得有些奇怪 以前这个女人总是一副吃不饱的模样 缠着自己连说还要还要 但是今天却完全的变成了另外的一副状态 其实宋小宝不知道的是 自己以前只不过是一个棱头青毛头小子 只知道一个劲的横冲直撞 并不懂得如何让女人真真正正的得到满足 而如今自己已经是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老司机 在那方面已经是颇有心得 尤其是持久力和尺寸方面 超越了绝大多数的男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春花姐即便是战斗力强横 也完全不是宋小宝的对手 所以无法支撑下去 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宋小宝无奈之下 也只能是选择了掩旗西谷 最近这两天发生的事情也着实不少 如今唐岛在春花姐温柔的怀里 宋小宝突然之间有了一种被人呵护的感觉 不过同时也觉得有些羞涩 记得自己小的时候 就经常喜欢这样腻在自己母亲的怀里面 不过那个时候没有半点的邪念 今天也差不多就是这幅状态 春花节的心里头 已经是完全被舒爽的感觉所充斥 轻轻地抚摸着宋小宝身上古铜色的肌肤 感觉自己活了小半辈子 今天总算是找到了生活的真谛 两个人心中各有所想 渐渐地进入到了梦乡当中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 宋小宝突然之间就迷迷糊糊地感觉到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趴在自己的身上 而且自己也呈现出一副极度亢奋的状态 让宋小宝欲罢不能 睁开眼睛的同时就变得更加亢奋起来 而这个时候正趴在宋小宝身上的春花节 也似乎是感觉到了宋小宝的异常 看到这样的情形 宋小宝不由地心中一阵感动 宋小宝明白 那是因为春花节昨天晚上答应过自己 今天早上要让自己爽一把的缘故 所以才会一大早地就给自己服务 想到这一切 宋小宝轻轻地把手伸了过去 屋子里面的动静已经是变得极为怪异 就好像是贪吃的小孩子在舔着冰棒一般 同时又传来一阵有些压抑 却欢快无比的声音 天光大亮之后 两个人这才心满意足地变换了姿势 相拥着躺倒在了一起 而这个时候的宋小宝再一次地翻身上马 进入了那一片温暖湿润的洞穴当中 春花节真的是水做的 两个人身子底下的床单和被褥 已经是湿了一大片 感觉真的就好像是同时尿了床一半 以至于最后春花节都有些害羞不已 原本今天并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所以宋小宝打算和春花节就在床上 这么腻呼一上午 反正也没有人来打扰 不过宋小宝在轻轻抚摸春花节身体的时候 发现女人的身上有着些许的瘀痕 看到这里 宋小宝立刻有些不太好意思地表示 自己昨天晚上的动作太粗鲁了 所以才会给春花节留下了伤痕 然而女人却神色暗淡 并没有说什么 这让宋小宝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看样子春花节也并不是生了自己的气 而且自己昨天晚上并没有对这两个位置进行猛烈的进攻 按照道理来说 不应该留下瘀痕才对 于是宋小宝便坐起身来看向春花节面色凝重地问了一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春花节的脸色变得更加有些不太自然起来 虽然嘴里都说着是自己不小心磕碰的 但是却逃不过宋小宝审视的目光 快告诉我 是不是哪个混蛋又跑过来欺负你了 本能的宋小宝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原因 因为瘀痕实在是太明显了 就是某人用手在上面抓脑 用力握住才会留下来 而自己虽然喜欢春花节 却也不会如此的粗鲁 用这么大的力气 是李飞 不过她并没有得逞 在我身上抓了几把之后 就让我给赶跑了 春花节说出那个名字的时候 宋小宝很命地在炕上砸了一拳头 差点把炕板子都要给砸裂了 吓得女人赶快劝说 我不告诉你 是怕你担心 而且那个家伙再敢来的话 我就跟他拼命 宋小宝脸色渐渐变得阴沉 原本还觉得李冰冰使用自己的药物 要把李飞变成一个废物 似乎是有些过分了 但是现在看来 这么做真的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那个家伙实在是太坏了 一想到以后 那个家伙随时都有可能 对着春花节下手 所以宋小宝觉得 必须要尽快地协助李冰冰 把李飞给弄了 否则的话 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安心 看到宋小宝这样的一副表情 春花节吓坏了 还以为宋小宝是生自己的气 害怕宋小宝去找李飞算账 小宝你可不能干傻事啊 那个家伙可不好惹 据说和其他村子上的流氓 都是一伙的 以后我小心一点就是了 春花节显得有些委屈 毕竟一个女人 爱美是没有错误的 而且被男人看 其实也没什么 就架不住有些人想方设法的 就是要把自己给那傻了 你放心 我不会做那种傻事的 但是我能够向你保证 以后那个家伙 绝对不敢再来侵犯你 宋小宝说的话 忍不住轻轻地 抚摸着春花节身上的那些伤痕 肚子里的怒火 却已经是烧的 毁天灭地 就在两个人情深意怯 马上又要进入到 新一轮战斗的时候 突然之间 宋小宝听到了自己家方向 传来了一阵砸门的声音 而且还有一个女人的动静 在不住地叫喊 宋小宝 我知道你在家快开门 宋小宝吓了一个哆嗦 赶快从床上跳下来 胡乱地就把裤子套上 抓起了上衣 就往外跑 春花姐呆呆地 看着宋小宝一溜烟 跑出去的样子 忍不住地叹了口气 随后在床上摸出了一条短裤 这小子啥时候变得这么毛躁 想到这里 春花姐忍不住地 拿起了那裤衩子 在自己的面前比划了一下子 感觉最前面的那个地方 都被撑得挺宽松的 所以忍不住放在自己的鼻尖 轻轻地闻了一下 和今天早上吃那个东西的时候 味道是一样的 宋小宝知道李彬彬来找自己 肯定是为了内药的事情 所以直接从自己家后窗户窜了进去 手忙脚乱地把衣服披在了身上 装作一副刚睡醒的院子 跑到了院子里喊了一句 你放过我家的门行不行 别给拍烂了 李彬彬这才止住了拍门的动作 在外面说道 快开门 我有话跟你说 宋小宝坐贼心虚地 把门从里面打开 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 还没有来得及解释自己 为什么这么久才来开门 李彬彬就直接闯了进来 不由分说 就往屋子里面走 我知道你自己一个人在家 你答应我的事情怎么样了 李彬彬直接就坐在了宋小宝家里的凳子上 看着宋小宝眼睛里面满是愤恨的表情 宋小宝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怎么这么急呀 是不是你二叔他 李彬彬恨恨地冷恨了一声 并没有说话 脸上的神情却已经说明了一切 就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李彬彬早起上厕所 听到了一对男女极不要脸的一番对话 这一番对话的内容就是关于那种事情的讨论 而且这一对男女 一个是自己的母亲 而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二叔李妃 两个人居然是天还没亮 就躲在了自己家的柴房里面 做那苟且之事 而且还对刚才的一番交战 做着评论 要知道自己的爹可就在屋子里头躺着呢 听到这里 李彬彬恨不得直接冲进去 将那个讨厌的李妃 直进一刀砍死 但是又顾及着自己母亲和父亲的面子 不敢声张 所以等到两个人出来了之后 就立刻火急火燎的来找宋小宝 宋小宝可是答应过 自己要帮助自己炼这一种毒药 耐够把那李妃的东西给弄得用不了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母亲 再也没有办法和那个家伙撕混在一起 也不再让这种家仇继续出现 快把药给我 你到底弄好了没有 李彬彬急不耐烦地伸手过去 宋小宝想起来 自己好像是把其中的一颗药 放在了自己的口袋里面 所以伸手去摸 李彬彬一看到宋小宝这个动作 眼中露出了一抹喜色 随后着急忙慌地 把手伸进了宋小宝的另外一个口袋里面 往下狠命一抄 由于李彬彬太着急了 直接把宋小宝的裤袋子都给插漏了 而且这个时候 宋小宝里面根本就啥东西都没有穿 直接就摸到了宋小宝的那个东西上 刚开始李彬彬还没觉得啥 只感觉到一大团的东西碰到了自己的手上 随后就立刻明白了 过来脸红地把手缩了回来 就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烫到了 宋小宝也是一脸的尴尬 没有想到这里 彬彬下手居然这么快 力气这么大 而且原本这两天 这方面的欲望就比较强烈 被摸了一下之后 立刻就变得面目猙獰起来 把裤子撑起了老大的一截 你那东西怎么硬了 李彬彬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了 脸红地想起了 昨天在树林子里面的那一番风情 其实当时李彬彬一方面 是因为鬼使神差的浴火生腾 另外一方面是想着把宋小宝拿下之后 就能够以此作为威胁 让宋小宝帮助自己的忙 但不管怎么样 自己都和宋小宝 有了那方面的关系 而且至今都难以忘怀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李彬彬都是忍不住地想了好几遍 没有想到 今天一大早就摸到了 那个自己日思夜想的东西 但是当着宋小宝的面 又要故作矜持 所以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只能是随意地骂了一句 宋小宝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委屈了 眼前这位村长家的大小姐 明明是摸了自己 把自己给弄的 有反应了之后还要怪自己 真是太过分了 你要的东西在这里 不过你真的已经想好了 要做这件事情吗 其实宋小宝心里 还是希望李彬彬能够果断一点 勇敢一点 把那个李飞给好好的惩戒一番 让那个家伙 以后没有能力来纠缠春花节 我当然想好了 这东西怎么用 李彬彬接过了那个小竹筒 倒出了里面的一颗黑色的药丸 脸上满是绝绝的神色 宋小宝有些为难 扭扭捏捏地不肯说 这反而是让李彬彬更加地着急 直接就伸手去抓宋小宝 你还磨叽什么 赶快告诉我 难道你还想和我那个 李彬彬说着话 直接就把自己的上衣扯开 看这样子是真的 已经豁出去了 宋小宝看到这幅情景 脑子里面的血管都快要爆炸了 如果不是现在外面的门没有关上 恐怕早就已经把李彬彬 推倒在了桌子上 来一次策马奔腾 但是现在并不是 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而且宋小宝也不喜欢 用这种方式去威胁别人 尤其是李彬彬 这样心高气傲的女人 宋小宝手忙脚乱 把李彬彬的衣服给拉好 我可没有往这方面想 只不过这种药 如果想要达到最佳效果的话 必须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使用 李彬彬皱起了眉头 好像是听宋小宝说过 不过当时自己意乱情迷 已经是忘掉了 就是这种药 必须要均匀地涂抹到那个地方 只需要一次 就能够让李飞的那个东西 失去作用 这也就是整个事情当中 最难的一个环节了 当然 如果让李飞把这药丸 吞下去的话 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不过以李飞的年纪来看 并不能够完全达到 你药的效果 李彬彬立刻想了起来 宋小宝的却 曾经和自己说过这个 不过现在 既然药丸已经到手了 其他的 也就根本就不是问题 你打算怎么做 宋小宝看着 李彬彬脸上的神情 突然之间冒出了一个极为可怕的想法 这个女人该不会是想着去勾引自己的二叔吧 事到如今 还会有什么办法 这个你就不要管了 总之 我不会便宜了 那个混蛋就是了 李彬彬说完了话之后 站起身就要往外走 不过随后又停了下来 脸色红红地回过头 对着宋小宝说了一句 这件事情真是谢谢你了 回头我会给你补偿的 说完了之后 李彬彬直接头也不回地 从宋小宝的家里跑了出去 宋小宝有些怅然若失地 看着女孩子远去的背影 心里头情绪一阵复杂 总觉得李彬彬肯定是要铤而走险 希望那个女孩子 不会真的做出傻事 原本宋小宝对于李彬彬 可没有任何的好感 两个人之间也是相互地看不顺眼 但是经过了镇子上的那一夜之后 两个人的心似乎是慢慢地在靠近 而且宋小宝觉得这个女人的内心 并不像外表看上去的这么坚强和多次 反而是因为她的母亲和二叔之间的事情 变得有些可怜 宋小宝叹了口气 来到了院子里面 练了一套功法 刚刚收工就觉察到 旁边院子里面好像是有一双眼睛在看着自己 一看之下才知道 原来是李雪梅 女人的脸上带着一丝极不痛快的神色 看到宋小宝之后 立刻冷哼了一声 随后说道 你还说和李彬彬没有瓜葛 刚才她为什么气呼呼地跑到你家里来 而且走的时候脸那么红 衣服也都没有扣好 你们两个肯定是干了不要脸的事情了 宋小宝心中一阵郁闷 为啥自己有点事情 总是会被别人给看到呢 而且此时此刻的李雪梅 也让宋小宝心中一阵不爽 所以宋小宝火气上壮 立刻毫不客气地回了一句 如果我要真的和李彬彬干了那种事情 你觉得这么点时间够吗 老子可不是一个快枪手 说完之后 宋小宝就有些后悔了 自己的嗓门好像是有些太大了 万一要是被别人听见 那可就不好了 毕竟此时此刻 李雪梅的父母应该还在家里 李雪梅听完之后 脸立刻红了下来 随后小声地嘟囔了一句 我爹和俺娘做那种事情的时候 一会儿就完事了 谁能保准你也不是那样 说完之后好像是听到了自己的爹娘说话的声音 所以李雪梅就赶快从墙头上溜了下去 宋小宝一脸的愤然之色 草草地热了饭 吃了几口之后 就打算到村子外面去转一转 散散心 毕竟这两天经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心里都堵得慌 想要找个地方好好地发泄一番 不知不觉地就走到了河边 村子里的这条小河 是跟自家后面那个湖泊连在一起的 平常没事的时候送小宝 要么是在湖边溜达 要么就来到这个小河边上 静静地坐上一会儿 想想心事来排解心中的烦闷 却不料河边早就已经有人了 一个人影正在水里面痛快地摇曳 让宋小宝有些应接不暇 忍不住地趴在了旁边那一块石头上 仔细观看 这才发现这个女人恰巧就是 自己昨天才刚刚见过的 那个来支教的女老师 李小璐 这个女人居然跑在河边洗澡来了 真是盖着她宋小宝一宝眼福 看着女人的身体 不由地让宋小宝想起了 昨天自己遇到的那份情景 忍不住地有些心烦气躁 而这个时候的李小璐 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不远处的石头后面 藏着一双眼睛 正在看着自己来到这乡村之后 其他的条件都还可以勉强地接受 但是唯一有一点让自己头疼的 就是没有地方洗澡 自己在城里的时候 每天都要痛痛快快地洗个澡 这样才觉得干净 但是来到这里 除了在家里头烧点热水 擦擦身子以外 也就只有来到河边来 痛快地畅游一番了 通常情况下 李小璐知道 村民们也都会经常到河边来洗衣服 为了不被别人偷看 特意地起了大早 来到这里洗澡 却不料最终还是被宋小宝给看到了 宋小宝也不是头一次偷看女人洗澡 但是她觉得城里来的这个李老师和真的 女孩子们就是不一样 游泳的时候简直就像是一条自由的鱼儿 而且身子在水面之上 时高时低 有的时候还会扎个猛子 让宋小宝差点都爆了血管 却不料偏偏这个时候太阳光晒到了自己的脸上 宋小宝忍不住地打个喷嚏 要知道这种事情是根本就控制不住的 所以巨大的响声立刻传至开来 被正在游泳的李小璐给听到了 谁在那里 女孩子把自己的大半个身子都藏在水里面 只露出了肩膀以上四处张望 然而这个时候周围静悄悄的 并没有人 李小璐立刻想到了那个偷看的人 很有可能就藏在大石头的后面 因为周围也就只有那么一个地方能够藏得住人 所以李小璐就壮着胆子 向河边走了过去 宋小宝悄悄地一抬头 发现女人正在向自己靠近 吓得有些不知所措 赶快就猫下腰 迅速地向着旁边的草丛跑了过去 这要是被发现了的话 肯定是免不了要被一番责骂 而自己保持的大好形象也就要毁于一旦了 想到这里 宋小宝跑得更快了 眨眼间就已经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这个时候的李小璐却皱着眉头 趴在石头上轻声地念叨了一句 这个人怎么看起来这么面熟呢 宋小宝面红耳赤得一溜烟地跑回到了村子里面 突然之间想到了昨天遗落在李小璐家里头的银针包 心里头想着 反正女孩子现在在河边游泳 自己合不趁着这样的机会赶快找回来 来到了那一排老房子的面前 宋小宝亲手亲脚地越过了墙头 然后就在自己昨天偷看的位置 仔仔细细地翻找 然而找了好半天 什么都没有发现 这才傲丧地猜测到 肯定是让李小璐给捡去了 这下可麻烦了 万一让这个女老师知道 那银针包是自己的 以后还咋在村里混呢 宋小宝垂头丧气 趁着女孩子还没有回来 急急忙忙又从墙头上跳了回去 经历了早上的这一系列事情之后 只感觉自己最近的一段时间 生活也充满了刺激 刚准备回到家里压压惊 却突然之间发现 自己家的门口有人正在敲门 而且看样子还是个女人 在那女人的旁边 站着两个穿着正装的男人 都是一副谦虚谨慎的模样 女人穿着一身休闲的装扮 看上去非常的忠性 而且女人的背影 给宋小宝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你们是谁呀 宋小宝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情 赶快走过去喊了一声 等到那女人转过头来的时候 宋小宝惊讶地说道 女阵长 怎么是你呀 来的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几天之前在自己家里面 体验生活的那个阵长 而且此时此刻 女人满面的红光 看到宋小宝之后 立刻称怪地迎了上来 你这个小子 怎么一大早的就跑出去了 是不是又去祸害谁家姑娘了 按照道理来说 一个阵长是不应该说出这种话来的 但是这样一说 反而是更显得亲切 旁边那两个随行的人员 都是忍不住地无嘴笑了起来 宋小宝大炯 没有想到这个阵长 居然会和自己开这样的玩笑 同时也想起来 和这女人在屋子里面 给对方按摩的时候的那份场景 不由得有些脸红 我出去跑步了 顺便看一看 有没有好的药材 宋小宝现在撒谎 基本上都不会长眼睛了 对于这一点 也是对自己颇为佩服 看样子 你还是非常喜欢制药这一行业 我这一次来 就是有件事情找你商量一下 女阵长来到了宋小宝的身边 直接拉起了宋小宝的手 就往屋子里面走 这让宋小宝更是有些无所适从 虽然宋小宝也不是什么童子鸡了 但是被身份这么高的一个女人拉着手 似乎是有些不太妥当 旁边的随行人员 却仅仅是把宋小宝 当成了一个孩子而已 毕竟宋小宝看起来 今年才不过十七八岁的年纪 打开了门 把几个人让到了屋子里面之后 宋小宝烧了一壶热水 给众人泡茶 而这个时候 旅阵长直接从自己的随身小包里面摸出了一个木头盒子 其实这是一个用竹筒刻成的小盒子 非常的精致 上面还雕刻了一些比较好看的花纹 这东西宋小宝很清楚 因为这是自己做的 看到这个 宋小宝好像是明白了 女阵长来到这里找自己的原因 因为原本这盒子里面盛放着的是那种美白膏 就是可以让 女人的肌肤水嫩昙滑 充满活力的药膏 自己给春花姐弄药膏的时候 恰巧被镇长给看到了 死活非要拿回去给自己用 当时也没有小气 直接就给了她 想必现在镇长知道这东西的好处 想要让自己再重新练造一份 所以宋小宝也就十分乖巧地说道 原来是这件事 你在这里稍等一会儿 我去把药材凑齐了 到晚上的时候 差不多就能拿走了 然而女阵长却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并不是为了要这药膏来的 我是想要你制造这药膏的药方子 你可知道你这个东西的效果相当的好 所以我打算把这种药物推广开来 也算是发展你们村子的经济 把这药方子供不出来之后 我就让人在镇子上建一个制药厂 专门制造这种美白膏 而且我可以聘请你到工厂里面做顾问 每个月的工资和奖金都少不了你的 宋小宝也没有料到 女人居然是跟自己商量起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原本宋小宝并没有想着 要用美白膏给自己创造什么利润 这种东西 只不过是那天书上面 记载了一些普通的药方子而已 做出这一切 主要是为了讨好春花姐的村子里面其他的几个女人 对镇长这么一说 心里头有些惊喜 也有些活络开来 自己整天待在村子里面 也的的确确不是个办法 所以说 平日里给人治病 或者抓个药什么的 也能够赚点小钱 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虽然最近一段时间 还掉了家中的欠账 但是自己还年轻 而父母也都是需要得到好好的照顾 如果自己能够赚多点钱的话 也就不用让两位准备辛苦工作 所以宋小宝就准备开口答应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后 窗户上有人冷冷地说了一句 就凭几句话啊 给个顾问的职位 就想把我们家小宝的秘方给套走吗 你们是不是也太会算计了 春花姐不知道什么时候趴在了后 窗户上挺着一张俏脸 满脸不高兴的神色 看到宋小宝之后 立刻连着给宋脚宝时颜色 让宋小宝到自己的面前 你是什么人 女镇长的神色有些不太好看 还真是被春花姐给戳中了心事 自己从宋小宝这里拿走了药膏之后 每天回去都抹两遍 过了一个星期 虽然药膏用的差不多了 但是女人惊讶地发现 自己脸上的皱纹 居然是奇迹般的消失了 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看了很多 自己的同事和下属 都说自己肯定是去做了美容 不然的话 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于是镇长就立刻冒出了一个 绝妙的主意 那就是利用宋小宝制造者 药膏的手艺 在镇子上建一座工厂 就如同自己刚才所说 这周围山里面的药材 和一些闲散的劳力 都给聚集开来 按照宋小宝的方法 制造美白药膏 只要能够打开市场 自己就能够凭借着 这种美白药膏带来的经济效益 获得很好的政绩 用不了多长时间 就能够顺利地得到上级领导的青睐 到了那个时候 说不定还能够快速地升职 而且也算得上是给镇子上扶贫的项目 获得了一个高的评价 这主意打得虽好 不过今天却遇到了麻烦 原本以为宋小宝经受不住技术顾问 这个头衔 以及高报酬的诱惑 会立刻答应下来 却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冒出来一个女人 一下子就把宋小宝的念头给打消了 我叫春花 是宋小宝的邻居 宋小宝没怎么见过世面 不过我眼睛里可不如沙子 我知道宋小宝弄的这种药膏 效果非常的好 如果弄到外面去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这要方子 可是宋小宝自己一个人的 你们如果把药方子给弄走了 以后肯定就不会管宋小宝的 这件事情 我可清楚得很 你们这些当官的 没一个好人 或许春花节语气 说的有些过重了 不过 这也是当下的一个现象 毕竟 也就只有像宋小宝这般 没什么城府的人 才会准备答应下来 你不要胡说八道好不好 我们也不是白拿小宝的药方子 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会长期聘用小宝作为制药厂的顾问 而且每个月给五千块钱的工资 这总散了吧 镇长旁边的一名工作人员 有些不太高兴 立刻就为女人辩解 宋小宝被夹在两拨人中间 显得有些尴尬 不过被春花姐这么一说 还真的觉得自己刚才差一点 就又下了一个草率的决定 这张药方子还真是不能够随随便便地给别人 五千块钱很多吗 如果我们小宝能自己生产这种药膏的话 只怕用不了几天就能火遍大江南北 那时候一个月挣五万 五十万都不成问题的 春花姐这么一说 宋小宝反倒是有些不太好意思起来 有些尴尬地看向镇长 这件事情我还得考虑一下 真是抱歉了 镇长心中听完了之后 一阵失落 原本想着 你自己和宋小宝之间的交情 应该能够很快将宋小宝手里面的药方子拿下 到了那个时候 随便给宋小宝安排个职位 每个月发几千块钱 就能够顺利地达成自己的计划 如今宋小宝已经是有了警觉 就好像是自己要害她似的 这让女人心里头极为不痛快 不过却也知道自己不能够得罪宋小宝 不然的话 这个家伙一旦犯起倔来 不跟自己合作 那么自己这么多天以来 苦心想出来的致富计划 可就要泡汤了 吕镇长在附近的几个村子里面考察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 什么合适的扶贫致富计划 所以才会对宋小宝的 这个美白膏如此的看重 所以轻轻地叹了口气 尽量地保持住脸上的笑容 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就好好地考虑一番 不过这机会错过了 可就不会再有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我正在研究着 给这十里八乡的村民们 制定一个脱贫致富的计划 我不能够等得太久 说完之后 女人便站起身告辞离去 离开的时候 瞪了春花姐一眼 不过却并没有说什么 两名随行人员脸上的神色 也都是有些不太好看 其中一个人转过身 意味深长地对宋小宝说道 有这么好的药方子 自己一个人藏起来 这有唯一道 而且你自己一个乡野小子 根本就不可能 大批量地生产这种药膏 以你现在生产的速度 一天顶多也就生产了十和八合 而且这种东西 如果没有推广的话 买的人也不会很多 甚至这种药物想要到市面上正式进行销售 都是需要严格的审批和检验流程 没有合格证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销售 就算是在村子里面也都是违法的 你还是好好想想吧 跟我们合作 你可以算得上是名利双收 如果把这张药方子当宝贝自己留着 永远也不可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男人说话的时候 一副官场独有的嘴脸 让宋小宝心里头一阵不舒服 原本还觉得这几个人挺随和的 却没有想到一句话谈不拢 居然就原形毕露了 所以对那女镇长的印象也开始有些不好 虽然嘴上并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却已经是拉下了脸来 居镇长并没有听到自己的随从 人员和宋小宝在说什么 走过门口的时候 冲着宋小宝笑着招了招手 然而宋小宝去直接把门给关上了 今天幸亏我听到了 不然的话你就要被那个女人给迷惑了 你这小子怎么一看到漂亮的女人 就脑袋不灵光了呢 春花姐依旧是趴在后窗户上 看着宋小宝连连摇头 宋小宝也有些不好意思 我只是觉得这个镇长人还挺不错的 而且又是技术顾问 又是固定薪水什么的 应该挺不错 刚才那家伙虽然说话不中听 不过也挺有道理的 咱们如果想要自己制造药物出售的话 的确不容易啊 对于这些东西 宋小宝心里头也是有所了解的 不然的话 早就已经开始着手制作 这些药物拿出去贩卖了 别听他们瞎说 好东西从来都不怕 没人买 就算是不能够拿到市面上销售着 十里八乡的 随随便便的找个村子叫卖 都会有人争着买的 怎么也比把药方子给他们强 一旦他们得到药方子 以后 说不定就把你给泄墨沙驴 到时候你哭都找不着地方 春花姐并不知道 宋小宝其实有许许多多不错的药方子 所以也是好心的提醒宋小宝 千万不要把手里面这么珍贵的东西 随随便便的就交给了别人 宋小宝一边连声秤势同时 心里头却也是不断的冒出各种想法 原本宋小宝也曾经想过 要找个方法改变自己现在的这种境况 去打工的话 虽然也能够赚取一部分的钱财 但是宋小宝并不想这么早就离开自己的父母 毕竟两个人的年纪也大了 需要自己来照顾 但是一直留在这个山村里面 似乎也不会有什么出息 这也是让宋小宝非常矛盾的地方 要不按照春花姐说的 先试一试 就算是不敢到别的地方销售 拿到镇子上应该没问题吧 就像赶集摆摊一样 他们卖的东西不也都没有合格证吗 宋小宝想到这里 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自己先炼制出来一部分的美白膏 拿到镇子上去试卖一下 如果真的够火的话 自己其实可以大批量的进行熬制 不管怎么样 能挣一点是一点 只要比出去打工强就可以了 于是宋小宝就把自己家里面 现有的那些药材都给翻了出来 感觉这些药材并不够用 就算是加在一起 也顶多就能够练出来两三合 毕竟这美白膏 对于药材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 看样子得上山去踩一些了 看着现在的天色正好 而且山里面的药材 自己也有几天没去光顾了 于是宋小宝三下午除二 就收拾好了东西 背起了镰刀和药篓子 直接就出了门 奔东边的山上而去 最近这几天 宋小宝没到山上去跑步 所以看到周围的景色 不免得有些怀念 忍不住地深深吸了几口气 看来以后还是不能够荒废了功夫啊 想到了这里 宋小宝慢慢地向前走着 对于这片山林 宋小宝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 这里地势比较显耀 而且多毒虫猛兽 平常的时候 村子里面的村民们 打死也都不敢来到这里的 所以也就只有宋小宝这样的人 一高人胆大 才会到这里采摘药材 这样一来 对于宋小宝来说 也就是一个不错的收获 因为这一片地区的草药生长 非常的旺盛 而且加上没有其他人赶过来 打扰采摘非常的足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宋小宝已经是把几个 容易长药材的地方 都给牢牢地记在心中 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在这里采摘一番 而且这里的药材长得非常的快 用不了几天就能够又出现异常 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宋小宝身后的药楼里面 已经是差不多都满了 回头看了看药里面的那些药材 宋小宝大致地估算了一下 这些应该能够炼制出来十合八合 不过现在这一些还是不怎么够用 如果想要拿到镇子上贩卖的话 至少也得凑齐二十合 又继续向前走了一段路之后 宋小宝已经是渐渐地 把这药楼给完全地装满了 看着已经冒了尖的药材 宋小宝这才露出了一丝笑意 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 快速地向着山下奔跑而去 回到了屋子里面 迫不及待地就把药楼里面的药材 按照一定的种类开始分解 随后旁边的药炉子也都已经是点上火 对于这一切 宋小宝已经是轻车熟路 所以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困难 要炉子里面的药材 渐渐地被混合在了一起 变得焦黑 而且里面的汁液 也被迅速地熬制得出来 宋小宝迅速地把这些汁液 换到了另外的一个容器里面 放在火上 慢慢地用木棍搅拌 药液渐渐变得粘稠 呈现出黑色 看着眼前的药膏 慢慢地形成 宋小宝总算是有时间 擦了擦自己脸上的汗珠 知道自己这半天的功夫 没白忙活 眼前的这些药膏 已经差不多可以算得上是成品了 接下来就需要晾制一个晚上 想要拿到镇子上去进行贩卖 也就只有等到明天白天了 眼前的这一炉子药膏 也仅仅是能够装满三四个盒子而已 也就是说 宋小宝还得抓紧时间 进行下一批的炼制 一直忙活到了 天都已经黑透了 宋小宝都没有顾得上吃一口饭 终于是把眼前的这些药材 全部都已经是炼制完成 而此时此刻 宋小宝的面前 已经是摆着将近三十盒 那种黑色的药膏 这些药膏都已经是凝固 而且散发出一阵淡淡的草药香味 和宋小宝之前炼制的一模一样 对于这些药膏的功效 宋小宝信心十足 而且非常细心地把这些竹筒 全部都小心翼翼地 用竹刀雕刻上一些简单 却又非常漂亮的花纹 有了这样别出心裁的设计 相信镇子上那些大姑娘 小媳妇们 肯定会更加喜欢 春花姐中途来了一次 看到宋小宝忙得热火朝天的样子 也并没有将宋小宝 叫到自己的屋子里去 因为女人知道这个时候 男人顾及着事业 自己并不能够从旁打扰 所以女人只是把做好的饭菜 送到了宋小宝后窗户的窗台上 然后轻轻地敲敲窗户就走开了 宋小宝这才愣愣地抬起头 看到春花姐的背影之后 又看到了窗户上 那两碗热气腾腾的饭菜 忍不住心中泛起了一阵感动 原本宋小宝是打算着 好好地去和春花姐温存一番 以表谢意 但是现在看来 女人分明是在鼓励自己 赶快弄好眼前的这些美白膏 拿到镇子上去进行推广 这样一来也就能够狠狠地回击 白天的官员对自己所说的话 没有他们的帮助 自己也同样能够将这美白膏的销量打开 而且以后肯定会越做越好 甚至自己能够成为远近文明的制药专家 开一间药铺或者是制药工厂 到了那个时候 别说是改善生活 甚至就算是飞黄腾达 也是有机会能够达成的 宋小宝心里都想着这一切 手上的动作变得更快了 眨眼之间 几十个竹筒都已经是完全地雕刻完成 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宋小宝的面前 这个时候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了 宋小宝生了一个大大的懒腰 随后就仰面地躺倒在了自家的炕上 等待着天亮之后 就可以去镇子上贩卖这些美白膏 等到天色渐渐放亮的时候 宋小宝直接坐起身来 先是面对着太阳的位置 静静地打坐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随后便在院子里面打了一套拳 活动到身子完全被汗水浸透之后 这才畅快淋漓地给自己洗了个澡 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打算到镇子上去把那些药膏给推销出去 由于这是第一次想到这样的方法 并且付诸行动 宋小宝的心里头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激动的 所以在捡起那些药膏盒子的时候 手都微微地有些发抖 大致地数了一下 不多不少 刚好三十盒 不过宋小宝并没有把所有的药膏都装进自己的那个小箱子里 而是留下了其中的一盒 因为这一盒是要留给春花姐的 出了门之后 宋小宝直奔村边上的那片树林而去 从昨天一直到现在 李冰冰并没有过来找过自己 宋小宝心里头有些不太放心 不过想着自己现在这个时候去找人家 似乎是有些不太妥当 或许会让李冰冰产生什么误会 最终 宋小宝还是背起了自己身后的小箱子 向着树林的方向行进 这个时候 恰巧又路过村边上那一排老房子 宋小宝忍不住往老房子的位置看了两眼 自己昨天在这里偷看了美女老师做那种事情 想到这里 还是不由得一阵面红耳赤 而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听到有人在喊自己 喂 你是这是要干什么去 宋小宝觉得这声音有些耳熟 转过身去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 李小璐翘生生地站在自己的身后 正有些疑惑地看着自己 似乎是有话要说 你有什么事吗 李老师 宋小宝脸色有些尴尬 生怕这个女人把自己给认出来 不过正常的礼节还是要有的 所以跟人家打招呼 你这是要到镇子上去吗 看到宋小宝身上背着箱子 而且一副要进山的样子 女人快步地走了上来 李小璐今天穿着的依旧是那紧身的牛仔裤 把两条细长而又很直的腿给绷的紧紧的线条壁露 身上穿着的是一件色的衬衣 整个人虽然并没有化妆 但也是透露出一股山里人没有的量力 我要到镇子上去把这些药膏推销了 怎么你也要去吗 因为宋小宝看到了李小璐斜跨着一个小布包 应该也是打算要出门的 那就太好了 正好我不太熟悉村子外面的路 本来还打算让村长找个人给我指点一下路径 现在就跟着你好了 李小璐兴高采烈地跑到了宋小宝的身边 然后就非常亲热地拽了拽宋小宝的衣袖 事宜赶快开始行进 宋小宝感受着女人身上的体香 忍不住地有些心缘一麻起来 随后看了看李小璐那个小布包 问道 你要去镇子上干什么呀 我去给学生们买点课外书 村子里面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孩子们根本就没有课外读物 给他们买点书 也就能够让他们课外的生活 更丰富多彩一些 我给他们放了半天假 差不多中午的时候能回来吧 女人说话的声音很好听 而且看向宋小宝的时候 目光清澈 并没有任何复杂的情绪 反而是让宋小宝有些自残行贿 没想到你真的能够在我们村子待下去 我们这个村可是附近十里八乡 条件最艰苦的 村长怎么把你安排到那些老房子里了 村子里明明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居住 宋小宝指了指刚才李小璐走出来的地方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而且我不太习惯和别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那样有些不太方便 李小璐说这话的时候 脸色有些微红 随后又看了看宋小宝随意地问道 你身上这些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闻起来很香的样子 宋小宝听到这里 赶快把自己的箱子转到身前 打开之后摸出了一个小盒子 轻轻地用手指头扭了两下 就把盒子打开了 李小璐好奇地凑过去 先是闻到了一股亲人心脾的香味 忍不住地心花怒放 但是看到那竹筒里面 是黑乎乎地要膏的时候 又忍不住地有些失望 这是什么东西啊 黑乎乎地 看上去好脏 宋小宝黑黑一笑 得意洋洋地说道 你可别看这些东西 样子不好看 但是这可比你们城里人用的那些化妆品 美肤品什么的 要好数百倍 这个叫做美白膏 是我按照古法制作出来的 李小璐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看了看宋小宝的脸 又看了看手里面那盒子上面的药膏 忍不住地伸出小手指头 我能试一试吗 看着女人的小心翼翼 又满怀期待的样子 宋小宝忍不住地笑了出来 别客气 这东西都是我自己做的 女人毫不客气地伸出手指头挑了一点点 先是放到了自己的鼻子底下 闻了闻 感觉真的很香 随后就有些不太确定地掏出了一个小镜子 对准自己的脸 仔仔细细地涂抹起来 说来也奇怪 黑色的这种药膏抹在脸上之后 居然是看不出半点的颜色 而且很快自己的皮肤就变得水嫩光滑 原本来到这乡村 几天的时间 让自己的皮肤晒得有些黑了 但是抹上去之后居然是微微地消退了些许 虽然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那种干巴巴的感觉 却是完全地消失不见了 女孩子以前也用过不少的化妆品 当然知道这东西的好处 忍不住又挑了一些抹在自己的脸上 这才心满意足地左看右看 这东西真的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吗 实在是太神奇了 你卖多少钱一盒 能不能卖给我一个 看到李小璐这副高兴的样子 宋小宝心里头也是非常的高兴 由此可见 自己这要高 只要拿到镇子上去 肯定会被抢够一空的 甚至有些后悔 自己没有多做一些 喜欢的话就拿去用吧 都是一个村子里的 不用提什么钱 宋小宝很大方地 把刚才的那一盒盖上了盖子 送到了女人的面前 李小璐脸红了 有些害羞地接了过来 这样不太好吧 我看你一共才没多少啊 真的不用客气 你到我们村子里来教孩子们念书 不也没收钱吗 这也算得上是给你的一种福利吧 谁让你是个大美女呢 两个人之间聊天的时间长了 宋小宝也就慢慢地放松下来 敢于跟李小璐开启了玩笑 女孩子收下了宋小宝送给自己的美白膏 心里头乐滋滋的 又被宋小宝称赞自己善良又漂亮 整个人都觉得一阵清爽 而且既然对宋小宝有了一种别样的情绪 尤其是上一次 宋小宝在林子里面把自己从几个流氓的手里面救了出来 一直都让李小璐觉得这个宋小宝人品真是不错 而且长得也比这个村子里面任何一个人都要清秀 我听村子里的人说 你以前差一点就考上大学了 只不过因为家里头出了一点事 所以耽误了对吗 李小璐问到这里 宋小宝的神色有些暗淡下来 随后接口说道 的确是有这样的事情 不过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就算不读书 我现在一样也能够自力更生 李小璐赶快连声称赞 没错没错 你弄的这个美白膏就非常的好 我相信你拿到镇子上去 肯定能够迅速地打开销量 那就借你吉言了 两个人已经是慢慢地熟悉了起来 李小璐也并没有提起自己被人偷看的事情 估计女孩子心里头也是非常羞涩的 所以宋小宝也就渐渐地把这件事情给忘到了脑后 两个人一路之上 穿入到了树林当中 已经是非常接近镇子的边缘 李小璐和村子里面的人没有办法相比 走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有些气喘吁吁了 好像是走不动路的样子 宋小宝见状立刻细心体贴地停了下来 表示他们可以休息一会儿 反正也马上到镇子上了 根本就不用太过于着急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没想到拖了你的后腿 李小璐坐在了旁边的一个树墩子上 不断地轻轻地用手掌扇着凉风 宋小宝也是坐在了旁边的一块石头上 看着周围的景色 两个人不由自主地四目相对 随后又红着脸分开了 宋小宝发现李小璐现在的脸蛋 百里透红 特别的娇嫩可爱 尤其是坐下来的时候 更是让宋小宝有些浮想连篇 宋小宝想到这里 觉得有些心浮气躁 所以赶快找话题 你刚来到村子里边 肯定有许多地方都不习惯吧 李小璐立刻点了点头 微微皱起了眉头 说道 是啊 最让我不习惯的就是 这里的卫生条件差了一些 而且用水的话都要去井里面挑 幸亏村长给我安排了个人 每天给我挑一缸水 但是我这个人从小就有洁癖 每天都要洗一次澡 在村子里面洗澡 真是不方便 一提到了洗澡的事情 李小璐的脸立刻红了起来 随后看了一眼宋小宝 若有所思的问道 你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去过河边 宋小宝听到这里 也是吓得心里头一个哆嗦 没有 最近这几天我都在忙着采药熬药膏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河边 有什么事吗 李小璐疑惑的摇了摇头 没什么事 就是早上的时候好像是见过你 也可能是我看错了人 宋小宝赶快连声附和 没错 你肯定是看错了人了 因为村子里面像我这样年纪的男孩子还有很多 而且平常我们穿的衣服也都是差不多的 宋小宝这么说 却忘了自己今天早上的时候穿着的是休闲装 那件衣服在村子里几乎可以算得上是绝无仅有了 李小璐看到宋小宝脸上的神情有些不太自然 心里头更加加深了 怀疑 不过却并没有继续问下去 只是红着脸低下了头 莫不作声 两个人休息了十几分钟的样子 宋小宝这才站起身来 示意继续向前走 今天镇子上的人不少 也是宋小宝决定 今天到镇子上去销售美白膏的原因 找到了一处人流 还算是比较的地方 宋小宝直接就把自己的箱子放在了一块空地上 和其他摆摊的小贩们并成了一排 然后把几个竹筒给拿了出来 旁边的小贩看到来了 人和他们一起做生意 本能的有些反感 不过由于宋小宝嘴甜 再加上是一个半大的孩子 所以众人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尤其是宋小宝的旁边 还跟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一看就是城里来的 所以那些小商贩们 只顾得去和李老师聊天 并没有驱赶宋小宝 李老师 你如果想要买什么东西的话 现在去吧 如果买好了 就来这里找我就行 咱们一起回去 宋小宝生怕耽误了李小璐的事情 所以连声催促 让女孩子赶快去忙自己的 不过李小璐却表示 自己要买的东西 根本就花费不了多久时间 等着宋小宝卖完了美白糕再说 宋小宝也并没有反对 两个人就这样蹲在了地上 等待着来往的顾客 但是来了几个人 他们都是对宋小宝箱子上面的 这些竹筒感兴趣 觉得上面的图案非常的漂亮 而且巧夺天工 但是一打开盒子 看到那黑乎乎的药膏 根本就没有人有兴趣要买 这一下子 可把宋小宝给愁坏了 如果这东西没人肯试的话 那肯定是不能够打开销量的 想要销售出去 就更加不可能了 小兄弟 你这卖的是啥玩意儿啊 怎么黑乎乎的 旁边的一个好心的小商贩 问向宋小宝 后者立刻解释了一通 然而对方却连连摆头 原来你卖的是这种东西 现在这些女人们都惊得很 买这种东西 都到镇子上的超市去买 就说那些东西质量有保障 你这种东西卖相不好 而且也从来没有人听说过 肯定是卖不出去的 宋小宝听完了 心中一阵无语 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毕竟他可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 而旁边另外的一个人 见宋小宝卖的东西 和他们卖的 根本就不相干 于是也好心的劝说 你买的东西 先不管东西好不好 至少你得先打起精神来 你这垂头丧气的 在这蹲着 谁会来买东西 而且你要吆喝出来 宋小宝这才恍然大悟 立刻站起身 轻了轻嗓子 喊了几句 难来的北网的大姑娘小媳妇啊 都过来瞧一瞧看一看 祖传秘方炼制的美白护肤品 绝对完胜国际一线大品牌 而且价格还不贵 只要一百块钱一盒 前面的那几句话 喊得还算是中规中矩 但是一听说一百块钱一盒 旁边的几个小贩 几乎把眼珠子都快要掉在了地上 就连李小璐也都是惊讶地捂住了嘴 你这小子倒也不贪心 超市里卖的最好的化妆品 也不过七八十块钱一盒 你这么小的一个竹筒子里能装多少东西 敢卖一百块钱 你还是趁早收拾东西回家吧 旁边的几个小商贩忍不住地开口调侃 宋小宝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着食欲闷 但却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而且喊了半天 虽然有人好奇地凑上来闻了闻 但是一听说价钱 又看到了那黑乎乎的药膏 立刻就把东西放下来 一阵烟似的就跑掉了 这东西可是经过了我一天一夜的熬制啊 而且这东西都是天然的植物草本精华 根本没有任何的重金属 也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的影响 卖一百块钱绝对不贵了 宋小宝让周围的那些人解释着 但是根本就没人愿意听 毕竟这有膏是黑色的 没什么卖相 没有人敢愿意使用 旁边的李小璐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直接就拿起了其中的一盒 当着难来北往的那些人的面 在自己的脸上涂抹开来 宋小宝不明就里 不过却也并没有阻拦 李小璐长得本就漂亮 而且往那里一站 能吸引不少人的目光 不管男人女人 都是愿意多看上几眼 尤其是这一身的好身材 被衣服给衬托得淋漓尽致 站在那里就是一个广告牌 这东西涂在脸上冰冰凉凉的 而且不怕太阳晒 最重要的是能够淡化脸上的黑色素 让你迅速美白 而且长期使用会补充胶原蛋白 让你的皱纹消失不见 李小璐一边涂抹着 一边摆出各种姿势 展示着手里面的 惹得周围的人都是停下脚步来进行观望 而这个时候李小璐又进一步的大声开始介绍 这要高的各种好处 简直是说的天花乱坠 不愧是城里面来的老师 口才比宋小宝不知道好了多少 你这个东西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终于有一个看上去30岁左右的胖妇女 挤进人群 拿起了其中的一盒 有些不太确定的问向李小璐旁边的宋小宝 还没有来得及开口 李小璐就已经是接过了话头 你看看我的脸就知道了 遇之后是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番茄故事的 你就点点订阅 爱番茄故事的 你就再点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